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NBA退役球星布莱恩日前坠机身亡震惊全球 他曾效力的洛杉矶胡人队 最近在主场赛前举办追思仪式 台裔音乐家洪本伦受邀演出 用大提琴抚慰全场球迷的心 中央社特地专访洪本伦 谈谈他为布莱恩演奏的心情 他说音乐和篮球一样都是表达情感的艺术 这场演奏献给布莱恩 也要献给洪本伦刚去世不久的前期 由洋的大提琴流泄出哀伤悲痛之情 台裔音乐家洛杉矶爱乐乐团的大提琴副首席洪本伦 1月31号 受邀在已故NBA传奇球星布莱恩的追思仪式上演奏 洪本伦回想起那一天 赛前球员亦如平常热身练习 但当灯光暗下 聚光灯打在他身上 大提琴声伴随着荧幕上播出布莱恩的深前访谈 洪本伦也听到观众席上的哭泣声 整个球场的这个灯光暗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这两万人的这种 这种悲伤当场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这种感觉 大家都是抱着 对他的怀念跟对他的爱 在那边聚集 六分多钟的完美演出 洪本伦直到下场 胡人对球星詹姆斯致辞时 情绪真正溃提 因为他不只是为了布莱恩演奏 也是为了不久之前过世的前期 对我来说 最近的这两次表演的机会 就是在Kobe 还有在我的这个 陈希的这个绝套会里面表演的时候 我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 在那种情绪之下 音乐真的是 红本伦说 透过这场演奏 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 素不相识的球迷 对他表达感谢 尤其是胡人队 从实习生到营运长哈里斯 对他的真诚相待 他们每一个都跟我 讲了非常真诚的一些 道谢的话 他们都 我跟他们讲说 这是我的荣誉 to be here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victims 他们每一个都很诚心的 跟我道谢说 Thank you so much for doing this for our organization 那我是觉得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感觉过 而且他们真的是 把我当作他们的一份子 红本伦用公汉弦 抚慰了全世界 数以万计的篮球迷 他说 很多情感无法用言语形容 但音乐很奇妙 一瞬间过去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爱 中央社记者 林洪汉 洛杉矶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扩散 仰赖中国境内 产现制造的苹果产品 受到冲击 苹果公司日前公布 季度投资备忘录指出 尽管中国各地正在复工 但因先前原物料 关键原件供应不足 以及人力短缺等因素 预计净收将达不到缘估水准 除了生产线之外 销售状况也不乐观 上一季中国市场占苹果收入的15% 将近140亿美元 但受到疫情升温 苹果先前暂时关闭 中国境内的直营店营运 虽然后续部分开放 但也缩短营业时间 顾客流量很低 店面冷冷清清 另外苹果原本计划 在3月将举行春季发表 市场月料将推出平价版的iPhone 但受到疫情扩散影响 大规模生产的进度可能落后 发表活动日期也可能有所调整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在世界各地打拼事业的台湾人 写下一个个翻转人生的故事 为鼓励年轻世代积极迈向国际 科技部与天下文化合作 将各领域专业人士的 追梦历程集结成策 耐能智慧创办人刘俊成 中国医药大学生意研究所 助理教授刘燕良 但我觉得今天如果问我的话 不是不后悔的 随着全球化时代来临 年轻人对于未来的选择更加多元 但也对如何做出正确选择 感到迷茫不安 与会学生表示 读过这本书后 一扫原先的疑虑 更加坚定出国闯一闯的决心 我在看这本书之前 我一直觉得 即使我有这一年出国交换的经验 我还是对于我自己智商不明确 而感到害怕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出国去 继续读大学或者什么的 可是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呢 我觉得我应该出去闯一闯 如果我不出去闯一闯 我一定会后悔 新书推出后 科技部同步证书给国内高中职 大专院校等700所图书馆 科技部长陈良基说 这次推出的新书中 共收入19则故事 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后 可以写下属于自己的 第20则故事 中央设计的调宇洋台北报导 赵贝东风他不是维也纳人 可是常常都会把他误认为 维也纳人的原因就是 他的确在维也纳住了非常非常久 他在渡过他大半辈子 35年住在维也纳 最后也在维也纳过世 维也纳市政府呢 主要整理两个 在维也纳市区比较重要的 贝多芬的纪念馆 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 海利根特之家 海利根特呢 是位于维也纳 当时第二道城墙 外围的一个区块 这个区块呢 它已经接近维也纳森林 但是已经是到一个山坡地带了 这个海利根特呢 就是贝多芬在180203年的时候 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所写的 当时呢 他其实都还不到30岁 可是他已经发现他耳鸣很严重 所以呢在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他写下了基本上像是一封信一样 我们后来才把它称为是一个遗嘱 在里面呢 他就把他当时的一些悲伤 一些无助 没有任何保留的 把他写了出来 包括他里面有讲到 你们认为我是这个分世忌俗 你以为我是脾气暴躁 大家都对我都很不了解 那其实你们知道吗 你们再怎么样大声对我呐喊 我都听不见了 贝多芬搬进去的时候 那栋房子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它是一个两个楼层的房子 房间都很小 然后天花板都不高 纪念馆里面基本上 它陈列的会是几幅贝多芬的肖像画 然后当时贝多芬在维也纳曾经作品公演 或者是演出的地方 还有他的家人的一些图片 真正他弹奏过的乐器 或者是他真正穿过的什么服装 应该是都没有了 到那边你会感觉到 好像贝多芬的灵魂就在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尤其当你夏天去的时候 因为贝多芬也是在七八月 夏天的时候 或许还能够感受出 数百年前贝多芬在那边的一个感受 不管他是心情很低落 或者是后来早回到自己 然后再继续分发的图像 甚至于当时贝多芬在遗嘱上所形容 他听不到的那个教堂的钟声 那个教堂都还在 我也会特别推荐 就是位于现在维也纳大学 主建筑的正对面 这栋房子叫做Pasquallati House 它前后断断续续 有住将近有八年 所以在这八年里面 当然也有很多的作品的一个产生 那其中也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 爱丽丝也是在这边完成的 那还有部分的田园交响曲 我觉得你在巨人面前你只能谦卑 对 你只能说OK好 我觉得挺然后像 所以像每个钢琴家都希望 一生可以弹完贝多芬三十二首钢琴 作品曲 然后指挥希望可以指挥完九首教堂曲 就觉得说能够对乐圣有多一点了解的话 表示你对于这个完美的这个艺术的天堂 能够更加的接近 基本上像他们这些天才 他们是没有朋友可是有partner 也就是说大家都喜欢跟他工作 因为他idea很多 所以现在的像现在的助听器 还有就是节拍器 还有乐器 贝多芬以前的钢琴是比现在小八度 所以贝多芬的时候就多八度 那为什么可以 因为贝多芬的时候 当然可以啊 我写我要写这么多 所以那你们就要做多一点 所以那时候钢琴就开始有八度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破音公司因为737 MAX型客机空难事故 遭到全球禁飞 订单全数泡汤 最大竞争对手空中八市 却没有因此受惠 原来空八手上累积太多没完成的订单 无法立刻填补737 MAX停飞的缺口 还因为在世界各地爆出贪腐行贿的丑闻 必须支付英美法国约新台币1000多亿的和解金 2019年净亏损就达新台币400多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我们在华视频道一位 有视频道一位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